一般来讲呢 有些时候啊 是这样子的 如果需要放学的时候 我先放学 这是肯定的 我个人习惯啊 我到底在哪里呢 但有人有不同的意见 有不同意见 这个这个这个 我是这样做的 等一下我讲一下 不同的意见怎么做 我先放学再加针 我是这么想的 我把淤血解决了以后啊 就像在一个管道系统里面 它有淤泥对吧 我先清理它 然后再调气 用一些压力 水再过来冲那些淤泥的话 就很简单了对吧 这是我的想法啊 我先清理淤泥 清理这些东西 渠道里面的东西 然后呢 针灸调气的 很容易拿到它的效果 所以我刺血的话 我一般 如果要刺血的话 我先放学 对不对 然后在针刺和有筋结 刺筋结的时候 这个怎么去弄呢 一般情况下 我扎完针以后 我扎完针以后呢 躺好了以后 按照动气筋法 这样处理一下 减轻了还是不解 一般都减轻了 就有很多 看看减轻了以后 就可以不需要 找那个筋结去刺 如果没有减轻的话 再刺筋结 为什么说 筋结那个针呢 扎完以后呢 一个要 在后面还要扎针呢 就是那个 为什么要先扎针呢 再刺筋结呢 因为筋结那个针 几乎不留针呢 就是你把筋结那个针 刺完了以后 你身上还有针呢 对不对 结果干什么用呢 身上还有针 干什么用呢 还有什么用呢 有两个作用 第一呢 你扎完筋结以后 有一些局部的 一些针感反应 有些时候不舒服啊 你再把那些 组织削 配削 动一动 心神针 然后动气 那边配合一下的话 它那个 针的刺筋结那些 后遗针感就消失了 明白吗 因为病人会不舒服啊 他很介意啊 还有一个作用 这个刺筋结那一针呢 可以当成一个 牵引针来用 对吧 扎完这一针以后 它很脏 我把那个组织削 组织配合移动针 对不对 它那个脏感消失了 那么可以想象成 这是一个 局部的一个 牵引针法 有这么两层作用 明白吗 好 有些时候啊 有些部位 譬如说 我扎脖子后面 要给它 扎一个筋结 对不对 那我如果说 现在腿上扎针 扎完以后 再扎这个地方 不方便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我只能先 给它解决局部的筋结 明白吗 这方便嘛 我扎完以后呢 我后面可以再扎针嘛 对不对 既可以把那个 先扎内针 当这个牵引针来用 对不对 让它更加定向的 把整体调理的效果 引导到这方面来 又可以呢 把今次筋结内针的 那个后一针感 给解决掉 所以说 我是这样去用的 有人是怎么用的呢 先扎针后放血 他说先扎完这一针以后呢 这个放血的部位 那个血 更容易放出来 肯定有道理啊